南籌股一枝獨秀的就是創科669 上升100元水平 昨晚美股方面 Home Depot公佈了業績 比市場預期更好 美股方面做好 亦帶動本港的創科也做好 Rid 你之前也挺看好這股份的 現在又上升100元 好像走勢又強了 你覺得現在上升100天線 你覺得現在可否吸納一點 你覺得現在這個位置吸納的話 其實下回95、67元可以吸納一下 其實走勢來說 由7月初開始慢慢看到是向好 尤其去到8月中看到這些技術線來說 短期走勢的移動線都平均升穿到50天線 其實升勢已經確立了 問題是可以再去多久 首先今天來講 恭喜他 終於突破了這個 很久都未見到8天線 其次就是他接下來的業績 因為剛剛公佈的業績來說 一定是市場收貨的 在美國這樣的經濟情況之下 他仍然能夠交到這樣的成績出來 很好的市場預期的業績 其實其實是難能我得貴 我覺得下半年來說 其實真的很視乎美國的房地產行業 本身業績來說 本地層都已經下調了未來下半年的增進目標 所以現在你說增長勢頭 其實開始慢慢price in 它接下來的下半年業績 而接下來能不能夠再上網 去到110樓上 其實真的很視乎 接下來是美國的經濟數據 又或者韓業的消息 現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如果要吸納的話 你用100元的關線做一個解分 可能去95至100這些位置 在這個格納範圍 然後就看看能不能夠 可能不要太多了 都是在說 可能105就做一個目標 甚至乎見到勢頭 成交增加 再好些的 再樂觀些的 110做一個目標